美國第一夫人米歇爾·奧巴馬星期六前往南非的野生動物園 以此結束她的非洲兩國之行 在她對南非和博池·阿納的訪問中 她悔悟了這兩個國家的總統 以及諾貝爾和平長得主曼德拉和德斯蒙德圖大主教 米歇爾還在索維托歷史悠久的里加勒蒙迪教堂 對熱情陽日的女青年發表了感人肺腑的講話 米歇爾這星期在非洲一直努力促進青年的領導作用 並宣揚健康生活方式